字幕視頻 大家好我是魔路奇戰狼兵 今天又來到四輪車主專訪的時間了 那今天很特別很興奮啦 來了一台FK8 我們今天車主呢 小明也會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說買車的一些心得 還有後續他怎麼樣來改裝這台車 我們先請車主小明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明 然後我也是從事汽車相關的行業 所以自己改車自己修車這個都不是問題嗎 對車子都是自己來弄的 那在談一下你今天的愛車之前 我們先來談一下你過去擁有過什麼樣的車 之前都是標誌的車居多 喜歡歐系車的操控感 因為主要是喜歡操控的感覺 對然後剛好家裡剛好因緣結論下家裡剛好有買了標誌的車 那所以開過之後也比較愛這種感覺 所以後面也都是買標誌的車 對 所以你應該是喜歡那種就是我覺得標誌我覺得歐系車啦 或是說標誌車它在山路有那種滑順的感覺 對對對 那個後輪它你是可以帶著進彎 是對 而且你既然喜歡跑山路的話 那你應該不會想要買自排車吧 當然啦一定手牌優先 手牌優先嘛 對對對 標誌其實過去真的進了蠻多手牌車 是啊 像擁有過哪些 206 然後後來因為家裡的需求有一台自排 但是也是標誌了308這樣 對對對 206 206版本超多的 那一台 RC 哇 RC 180馬力了 對 算是 算是 206 這麼可愛的小車裡面算是馬力比較高的 對 然後因為它車重不重 所以配那個馬力其實還 還算OK 對還算OK啦 但是後來我覺得 你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對於馬力的這個動力的需求就會增加 因為主要是因為 所以也有家庭的關係啦 所以要一台空間比較大一點的車 剛好又要手牌又要動力又要操控 看來看去其實 選擇很少 很少大概就是那幾台 對就那幾台 所以你這台車應該是在兩年前的時候換的 對對對大概兩年多前 那時候有考慮過哪些車款 那時候一開始優先還是標誌的 那時候是看308 GTI GTI 對 有少數引進手牌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也有去試駕過WRX的STI 因為308新車等了太久 太久 對太久 我覺得這個 這算是一種飢餓行銷嗎 標誌的車他們最近已經進來啦 對 最近像208 所以好像四台車不同顏色 然後要抽籤 而且你在抽籤的時候 你要選說 你要哪一個顏色 對阿 下去抽籤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 後來只好 換成其他選擇 對 然後STI做完之後 家裡人覺得太硬了 對 整台車太Rally了 對 然後 其實這台車也沒有試駕過 就是剛好朋友 自己做二手車行 有勁 然後看到實車之後我覺得 還滿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然後內裝大小剛好也符合 我要的空間大小 對 然後就直接訂了 我也沒開過這樣 那時候家裡有幾個成員 比較常會需要再老婆 對老婆、岳母跟小孩這樣子 對 剛好身高都沒有到特別高 所以其實這空間還滿夠用的 對然後後箱又很大 對阿 其實幾乎是所有優點都集中在這台車上 算是家庭房車 可是又有一定的操控性 而且最重要它有現在很少的六速手排 對 又是手排 然後動力也不差這樣 動力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這台是歐歸的 然後目前是原廠馬力 原廠是說320匹 扭力大概40公斤左右 而且我覺得其實FK8 這個引擎調校起來 不太會有那種渦輪車 那種低轉很沒力的感覺 對它低轉其實在市區開也是很順 對你順順開 感覺它就像一般房車而已 對阿當然你要熱血的時候 拉到高轉 對拉到高轉的時候 它也是可以熱血這樣 對阿阿模式可調其實還滿好用的 因為它避震器設定其實還滿OK的 對阿然後要軟要硬都可以 那我們來聊一下 就是你從買車以後阿 你開始那時候是完全原廠 那開始你覺得說哪些地方想要改裝 然後開始去做一些調整 一開始最主要就是鋼權阿 因為其實原廠礦胎提很特規 對那245 30 20的胎 沒什麼好選的而且又貴 哇那時候配到20吋的胎 其實20吋第一個選擇少 而且其實你剛剛講 因為特規所以價格 價格也相對來說比較貴 然後又加上沒有什麼熱血的胎可以選 基本上就是一些接胎可以選 對阿 所以一開始就是考慮就降18吋這樣 鞋子先換 對先換這樣 那時候你在配的時候阿 你怎麼樣去配說你要的尺寸 主要是從網路上先看 然後看一些國外改裝的範本 先看有沒有喜歡的樣子 喜歡的樣子配好之後再大部分都是看人家怎麼配的 然後大部分這樣子算下來其實 現在265 358這個胎寬是蠻剛好的 對阿你要正常開也可以 要熱血也還OK 對阿 因為它的胎通常都有算是半熱容啦 所以你如果說一般山路很快就可以達到溫度 然後一般4G開其實也不會說太心疼 就是魔號上還是有一定的魔號 還是一定有 那你輪圈在選擇的時候阿 你有什麼優先的考量 第一個當然是價錢阿 對 然後再來就是樣式自己喜不喜歡 然後因為我比較喜歡偏向類原廠的樣子 所以就挑了一個跟原廠一樣配色的 而且我看你的顏色算是比較低調的感覺 你比較喜歡那種輪圈不要太花俏 就是能越像原廠的越好這樣 對然後當然尺寸上有變更這樣子 對阿 那你這樣目前用過哪些輪胎 原車是配SC6 馬牌的SC6 然後那一條抓地其實也不到差 但其實你要再稍微熱血一下就不太行 對然後後來換成18吋之後 一開始有用過7ER 對阿那時候換完都真的是很有感 很熱血 對但是就是價錢高了點 然後磨耗快一點 你那時候大概用多少公里下車 有印象嗎 一開始那一條7ER大概是1萬左右吧 1萬左右 那還算撐得滿久的 就勉勉強強阿 對然後現在就是我們公司有跟這家有在配合 跟飛達有配合的 所以就是跟他們叫飛達熱龍胎這樣 對阿 其實595也算是就是經濟 算經濟實惠阿 對阿 然後抓地力也還算不錯 對阿缺點就是雨天不太行阿 對 雨天排水性很差 對 所以基本上高中路要開雨天 就只能慢慢開 小心一點就是 對阿晴天抓地力還不錯阿 跟7ER其實 就是在沒有過熱前其實都不相上下 對阿有差一點點這樣 對但是我覺得價錢上面這樣CP值算很高 了解 對對對 動力部分有去做任何更動嗎 目前還沒有 對因為我覺得原廠動力現在這樣開起來都還蠻OK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說沒力還是怎麼樣 其實原廠動力算蠻 蠻強的 以一般車來說啦 我有注意到你雖然你的旅圈是非常原廠式樣 而且是比較 現在看起來就有點消光啦 就是不是那種很亮的黑色 可是你裡面有很亮的碟盤跟卡鉗 是最近裝的嗎 對 這最近這幾個禮拜裝的 對阿 因為就是想說試試看別的卡鉗看看 然後大概有搭碟盤這樣子 因為原廠的碟盤其實也差不多要下課了 你選用的是什麼牌子 然後配的尺寸是怎麼樣 現在選用的是 台灣做的那個PlayGround 對然後現在尺寸是356的碟盤 356碟盤 然後卡鉗是對6的 所以塞在18吋裡面差不多啦 對就差不多緊繃緊繃 對阿 356其實已經是 正常來講最大的大小 如果你塞18吋的話 而且你原本其實輪圈的空間就夠 對 直接直接直上完全沒有問題 對因為其實原廠卡鉗也算蠻厚一顆的 對然後 框也離卡鉗很遠阿 所以基本上什麼卡鉗都可以裝 對阿 要塞滿很難喔 要讓它有視覺感很滿 對因為框的問題阿 一批比較小它做得比較凹一點 所以你會覺得卡鉗看起來 離框比較遠一點 所以視覺上看起來會有一點 有點縮小的感覺這樣 了解 那你先目前用的煞車來臨片喔 是用哪一個等級的 目前他們家最高規的 賽用的來臨片 你這樣一般在道路上會覺得 起溫上會有什麼問題 起溫上順順開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對還是有基本的力道在 它雖然說起溫是 我記得好像是100多度吧 但是其實在還沒熱之前 煞車力道還是有 我覺得還算夠好 對阿當然就是你 溫度越高它就越來越力量 那時候我們其實在聊阿 目前這個來臨片給你 有一點點小困擾阿 就是粉塵多了點阿 因為賽用的來臨片 基本上都是這樣阿 就是粉塵一定會多 而且你是白色的車 對啊 應該跑完山路一趟 你就開始發現說 欸 騎完整台車上面都是那個 難一點金屬 對啊 金屬粉這樣 對啊 這是比較困擾一點 可能之後會往下換一截阿 就是不會用到這麼熱血的來臨片這樣 對 因為平常道路開 也不會用到這麼熱血的來臨片阿 對啊 這剛好 剛好要換就要試一下最高的 剛好試一下 對啊 整台車阿 幾乎說你現在開到現在 還有沒有什麼在操控上 你覺得特性阿 就是我們FK18 你覺得它的特性在哪邊 特性阿 它大部分感覺都是說 它不向台前驅車阿 我覺得它其實跟過去 Civic 啦 以過去來說 我覺得它稍微 有點做不同的調性 你自己覺得 對啊 而且它 因為它前全調也跟前幾代不太一樣 它是有點類A倍的那種賣滑乘 所以它轉向跟地震是分開的 所以它扭力轉向其實很不明顯 所以你開起來不會像是那種一般的前驅車 只要你前輪沒有超過它的抓地力的狀態下 你開起來就是 很像有點像後傳車的感覺這樣 常常會轉向過度 對 因為例如說像我覺得 像現在FK8壞 例如說你在方向盤操作上 其實你只要帶的稍微快一點 它後輪其實是很快的被它拉出來 對 有那樣子的感覺 就是它可以走很直角 就突然這樣甩過去甩過去這樣 這樣的操控特性 它這台操控真的是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會買它 對啊 就是有類似以前那種歐洲車 那種前傳車的感覺 但是它比它更俐落這樣 然後穩定性更高 對啊 因為車寬的部分其實寬的也不少 對 對 而且因為你現在目前用的輪圈 有稍微ET值因為變小 比較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整台車它原本 那個車體設定 就是前輪距的部分比較寬的 又更明顯了 對啊 我覺得這台彎中的差異就是它的彎中 因為它支撐性夠 不是說它佔得夠寬 所以整台車那個彎中的速度 其實可以維持得非常高 對啊 所以這台車真的 應該說是大家都可以把它開得很快的一台車 對 就是任何人開它其實都還蠻好上手的 因為現在新的手排說實話 也很好開啊 不會說像以前這樣子人家會怕的 其實它現在手排車很好開 很好開啊 對 感覺不出來 我覺得FK8因為它轉速域很廣 對 所以其實你也許固定在二三檔 其實也可以稍微就是你可以撐的速度 那個速度域是比較廣的 不需要說一直很平凡的換檔 它可以不用一直很平凡換檔 它其實低轉速度力道也不算差 你可以一直 hold在同一個檔位一路開完 對啊 你那時候買車的時候有注意到 它是有退檔補優這個機制喔 有 因為就是當初看到它 所以想試試看這個功能 那它呢 你有沒有想說我練了很久的跟子 現在用不到 還是上車偶爾把它關掉一下 通常也不太需要用跟子 因為現在煞車太力之後 變成一點速度降太多 你也來不及跟子 對 所以就直接用電腦 先退檔再做 用電腦幫忙 對給電腦幫忙 因為其實它退檔的時機很準 對比你的自己補優 如果你沒有常常練的話 其實它退檔補優的轉速非常準 看起來感覺就像是自首排的車 退檔一樣 就接上去的那種感覺 接上去你直接放離合 你也不會感覺到有頓挫感這樣 其實反而變成是你的腳要跟上它的速度 對 你腳要敢去放 不要說很遲疑 這樣不敢放開這樣 就是直接放開就好 其實它接得很順 很穩這樣子 說起來其實我從外觀看 你懸吊部分也有做一些調整嗎 目前懸吊的部分是換了一個短彈簧 因為其實原廠的彈簧用了大概五六萬公里之後 也有衰退的感覺 那時候側景變得蠻明顯的 後來想說既然要換 那就直接換改裝的好了 對然後就換了一組短彈簧 順便降一點車身看起來比較 更怕低這樣 對 目前用起來還蠻OK的 還不錯 對啊就是 可能因為短彈簧形成的問題 所以可能偶爾會有一點點小異音這樣 對那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我目前覺得這樣短彈簧對操控感 又有再度提升嗎 有 目前我覺得是加分 因為很多以前也會說 換短彈簧可能對筒身會有一些影響 可能比較早提早下輪之類的 但因為這台車的筒身 因為它是電子阻尼的 所以它筒身其實很強 阻尼算很強 你換短彈簧之後它一樣拉得住 所以操控感整個體上還是有提升 應該說大家如果有買到電子懸吊的車 很少人再去換整組懸吊 阻尼一起換掉 對因為其實現在新車的電子阻尼都 蠻厲害的 不得不說現在新車的都蠻厲害的 所以你有時候換完改裝的 如果你調不好 反而比你原廠還弱 倒不如就是用原廠的加強就好了 對啊 話說說到這邊 你最近因為坐了我了 你有坐過我的椅子嗎 對對對 有 很想要蓋椅子 你等一下激烈抄家 原廠椅子真的不是很夠啦 上次就是因為坐到你的椅子 有點獨到這樣 其實我覺得其實看起來 應該說FK8原本椅子 看起來其實覺得兩邊腿的高度也蠻高的啊 然後整個好像該有的包覆都有 我本來也在想說你真的要改椅子嗎 直到我今天開了你的車以後 我發現哇 不是椅子的問題 是因為整台車在彎道中 它能提供的穩定性跟速度太好了 對 所以有一種感覺是 你車子轉進去 你人沒有跟著轉進去 所以真的需要椅子 不太夠用 真的不夠 而且你又瘦 你太瘦了 對主要是因為 空間太大 對身材比較瘦一點 所以他原廠椅子其實 如果稍微 快一點的人做可能會比較好 塞得比較滿這樣 對 比較瘦弱一點的人 可能坐進去就會 比較空一點 對 可能在集夜操架上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 頂一下這樣子 對 現在啊 這樣除了椅子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 第二個部分 你會比較想改的 散熱吧 散熱 大部分 油冷跟中冷這樣子 大部分大概只剩下這樣子 對 因為很多車友 夏利寶都是說散熱不好 對 那其實說實話 應該是所有街車 去跑賽車場 其實 都會有的問題 都會覺得哪裡不夠 對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台賽車 它還是一台市售車 而且其實再來就是台灣的溫度 氣溫真的是高一點 對 像我Focus跟那個 Swift 其實都是渦輪車 真的你夏天你如果是 溫度現在尤其像上個月 你溫度假如看到有37、38 車子就是會比較沒力 對 如果我用OVD去看它裡面的數據 馬力大概從 原本可能有150匹馬力 至少少10匹 對啊 那我那排氣場還算小啦 你們大馬力的時候可能掉更多 可能20匹到30匹可能都有 對啊 你那個進氣溫度一高 對馬上就 因為它進氣溫度高 它就會自動退點火 退點火之後開起來是真的 你看到增壓表的確有個1.4、1.3bar 但是踩起來可能 就像冬天的可能1bar而已這樣子的感覺 退點火一下 它那個曲線馬上變 整個特性完全不一樣 就算增壓只有起來 但是還是一樣 對啊 一樣沒力沒力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改增加冷卻效率 進氣的部分 跟油冷 油冷為什麼會相改 因為這台車其實它水溫不會很高 對那大部分都是激烈超駕完之後 油溫拉起來 把水溫往上拉 所以如果把油溫降下來的話 基本上水溫就可以控制得住 對啊 對引擎也比較好啦 整個潤滑的效率也會比較好 對啊 雖然油溫也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溫度 但是 你激烈超駕完之後油溫會 通常都會過高 這車其實都會滿高的 那今天呢 我們謝謝阿民車主來跟我們分享他的FK8 那如果大家有對FK8有什麼問題 或想了解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下一次我們車主聊天室再見囉 掰掰 掰掰